第二節,血液 血液是人們生活的根源 循環全身,沒有一刻停止 這個循環系統包括心臟與血管兩大部分 心臟是中心機關,身體各部分的紅色血液 動物血都從心臟輸出 同時,各部分紫色血液 靜脈血也都回歸到心臟 血管是輸送血液的管道 輸送血液到身體各部分的叫動物管 輸送血液回歸心臟的叫靜脈管 這血液循環的工作 再保持全體血流的溫衡 叫各部分的活動配合總體的要求而發展 所以循環的工作也隨時跟著全體活動而變異 當身體某一部分活動特別強烈時 這部分的血液循環特別旺盛 以集中多量血液 如飽食時 胃部血液就比較集中 運動後則四肢充血 反之 在活動較少部分 則血液的容量就比較少 這樣就一健康身體的各部分 於一定時間內所得到的血量 極不缺乏 也不過多 方能保持正常的循環工作 血液所以能夠周流全身 繼續不停 固然是靠心臟與血管有舒張及收縮性 但必在一個總的領導之下 方能沒有偏頗的弊病 但父者的領導的就是中書神經 尤其是大腦皮層 八普洛夫說 從腦脊水傳至心臟與血管的神經 一位興奮性 一位抑制性 前者令心動加速 血管口徑縮小 後者令心動變弱變慢 血管口徑持張 這兩種作用維持著一定的交互關係 使循環系統的活動能夠得到調節 血液循環一有停滯就會生病 所以不論中西醫生診病時 必先用手指按脈搏 血液停滯有內在的原因及外來的原因 內在的原因 一 內臟需統合於中書神經 受脊水神經及植物性神經 膠感和副膠感神經的支配 與大腦是間接的疾病潛伏時期 引起異常反射 血行也不正常 二 常人全身血量 大半處於腹部 腹部筋肉柔軟無力 有時不能把血盡量逼出去 以致多所屈跡 指其他各部失調 三 內臟器官 我們不能隨意直接指揮他 血液如有遲滯 非但不知不覺 就是知道了 也只有到疾病發作時 請教醫生 自己別無辦法 四 心臟跳動 對於動物管的發血 接近而有力 至於靜脈管的血 從頭部 四肢回入心臟時 距離心臟跳動較遠 力量較弱 比較容易停留在腹部 外在的原因 是寒暑 感冒 外傷等物理的和化學的刺激 使血液循環失調 更為顯而易見 靜坐的功夫把全身重心安定在小腹 練習日久 小腹筋肉富有彈力 就能逼出局部屈血 反歸心臟 並且內臟的感覺漸漸靈敏 偶有失調 可以預先知道 因此 血液循環十分優良 自然不宜生病 這種醫療預防法 比較在疾病發生後再去求治 其功效是不可以比以的